这是明慧广播电台 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 大陆综合消息 时事评论 不退如喝苍蝇汤 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 首先请听时事新闻 明慧编辑部文章 任何借口的集资都是集资 据悉北京某区有学员 以新唐人神韵需要资金资助为名 在大法弟子中集资 借口使中共疫情影响神韵演出 没有收入 有的大法弟子是普通的退休工人 一拿出来就是十万 已经有好几个统修 拿出十万几万的在做这件事情 更多的统修都在参与此事 一直以来都有类似的人和事出现 也一直有学员被卷入其中 大家应该各自想想自己了 为什么明显违背大法的事 却总能在学员中找到市场 不管是谁 在邪党控制的大陆做这样的事 会给学员带来危险 干扰师父给弟子安排的修炼道路 什么人才热衷搞这种事呢 神韵是不会这样做的 这种行为完全违背了师父的有关讲法 不管起司的人认识谁 也不管是谁带的头 事凡违反师父讲的修炼原则 都是不对的 请大家多学法 从自己做起 坚持以法为师 不再被一个又一个蛊惑和说辞带动 明慧编辑部 2021年4月11日 下面请听 讲清真相 唤醒良知 4月10日 澳洲墨尔本法轮功学员驾驶30多辆真相汽车组成车队 在清晨出发前往距离墨尔本市中心两小时车程的陶金古镇 维多利亚州第四大城市本迪哥 并在那里举行集体练功和真相集会活动 在这醒目中英文标语和展板的汽车队伍如一条长龙在墨尔本市区穿行一个小时后出城 上午11点 车队抵达本迪哥 学员在本迪哥市中心花园广场举行了集会 人权活动家以及数位法轮功学员在集会上发言 期间穿插法轮功五套功法展示和腰鼓表演及音乐节目 本迪哥市议员威廉姆斯专门前来集会现场表达支持 他说墨尔本法轮功学员愿意开车往返五个多小时选择来本迪哥举办活动 非常好 举办这样的活动很重要 支持你们 澳洲人权活动家、澳洲听障协会主席、自由党资深成员安德鲁布什 从一百多公里以外在巴拉瑞特市的家赶到本迪哥参加集会 他说国际社会应该要求中共对自己的邪恶所为负责 尤其是为中共对本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负责 中共魔爪已伸进香港甚至制造红色恐怖 一直处在风口浪尖的香港法轮功学员的处境备受关注 最近一周 位于香港街头的多个法轮功真相点 密集是遭中共恶徒破坏于十次 但法轮功学员无所畏惧 风雨无阻地坚持传递真相 基督教出圣会 以太坦的主任牧师江家伟表示 经过这三年 香港人看见了法轮功学员在艰难困境中的坚持 让他赶配法轮功的真善忍中忍的精神 他说 他们一定是在苦难里面 但我看到每一位学员都是坚守着他们的光 继续在黑暗中展现他们生命的光辉 江家伟认为 尽管中共妄图以爱国等于爱党蒙骗市民 打压香港法轮功学员 甚至以红色团体渗入香港各行业 然而法轮功学员二十多年来坚持告诉人们真相 让港人看到曙光 让更多人觉醒 这精神值得香港民众互相学习 前信报竹笔 日本山里大学教授练一争 赞配法轮功学员的善良坚韧和勇气 他说 法轮功如水般的坚持 让中共很头痛 其实我觉得很根本的信仰这方面 法轮功可以给我们歧视 炼一争认为 法轮功强调善良 能触动执行恶法的公安的良知 而选择善待或释放法轮大法学员 何俊仁律师向法轮功学员等坚持信仰者表示致敬 他说 对任何坚持自己信仰的人 我都是致敬的 当然大家都明白 有时候你用你最理性的 或者是和平的方式来行使自己的自由 去坚持自己的信仰 很多时候 在一个极权的体制之下 往往都是备受打压 备受迫害的 法轮功是其中一个受迫害最深的群体 我都为他们感到难过伤心 但是这样是不足够的 我们真的是一定要继续 要为了人民真正得到自由 我们要持续奋斗 对于法轮功真相点被破坏 何俊仁担心法轮功学员的安全 也赞赏法轮功学员的勇气 虽然前路未卜 但他对香港前景仍充满希望 他说 最黑暗的时候也是最光明的时候 他鼓励大家不用恐惧 他说 我要这样去恐惧的时候 那就只能够回家 或者是只能够不说话 当什么都看不见 对我来说是失去了做人的尊严 那我是做不到的 4月10号 美国旧金山部分法轮功学员 在中林馆前集会 谴责中共故凶攻击 香港法轮功真相点的恶行 呼吁港府将凶手绳之以法 法轮功学员的活动 获得了过往四季的支持 他们不断按喇叭 对法轮功学员的行动 表示声援 还向学员挥手之意 电脑工程师张先生表示 我对中共故凶攻击 香港法轮功的真相点 不感到震惊 因为中共在大陆 对法轮功的迫害 已经20多年了 中共在香港所干的 是将在大陆的迫害 延伸到香港 我今天来到这里 就是要谴责中共 故凶攻击香港 法轮功真相点 4月10号下午 在巴黎市中心的 哈佛广场 法轮功学员进行了 讲真相和征迁的活动 自中共病毒爆发以来 法国进入了 第三次隔离禁足期 在疫情如此严峻的情况下 人们更想知道 为什么法轮功学员 依然坚持不懈 传递真相信息 得知中共迫害 修炼 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 对他们进行酷刑折磨 甚至活体摘取器官 人们感到震惊气愤 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字 有的说 中共是恶魔 有的称赞 法轮功学员说 你们的行动很棒 祝贺你们 米歇尔语科 在法国文化部 下属部门工作 他表示 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 是很好的价值 你们为信仰而抗争 我支持你们 所有的迫害 对法轮功 西藏人 维吾尔族人的迫害 都是不能容忍的 他说 中共是专制政权 一个坏的政权 是不能长久的 我认为 中共政权 有一天会自行崩塌 我们当年没有想到 苏联的解体 但是苏联崩溃了 也许有一天 中共也是一样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 中国大陆学员 近期遭迫害案例 辽宁锦州 领海市法轮功学员 孙继平 与丈夫周永林 2021年1月20号 在盘锦市 警采新区的大吉上 告诉人们 法轮大法好的真相 被绑架构陷 2021年3月15号 被领海市法院 非法视频庭审 被非法判刑 3月26号 锦州市中级法院 非法维持领海市法院 对孙继平与丈夫周永林 每人各五年刑期 罚金各一万元的 网判结果 黑龙江海林市法轮功学员 姚书夏女士 2020年10月29号 被绑架 2021年3月30号 被海林市法院 非法开庭 她自便无罪 姚书夏已被 非法判刑 六年零三个月 有十天的上诉期 内蒙古赤丰市 元宝山区 法轮功学员 白宝华 2020年11月16号 被警察绑架和抢劫了 借来的 给儿子治病的钱 一万四千元 2021年2月3号 被非法开庭 被非法判四年 婆婆因哀伤着急而离世 山东省维方 朱城市法轮功学员 王平生先生 2020年12月24号 被青岛市 黄岛区公安分局 海青派出所警察绑架 并秘密非法关押 2021年3月26号 获悉 王平生于3月9号 被截入山东省济南监狱迫害 王平生2018年4月被绑架 后已所谓取保后审命役释放 2019年11月中旬 王平生被警察用车 拉到黄岛区法院 法院声称他被判刑四年 警察强迫他体检 结果全身都是严重的病 法院又称撤回判决 取保后审 广东深圳市官公委常务副主任 法轮功学员唐海海 是国内教育专家 他与妻子孙雪新 在2020年3月被绑架 现在得知唐海海被非法判一年两个月 孙雪新被非法判三年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 4月10号 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在格拉茨举办了信息日活动 学员们向民众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并演示了五套功法 活动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不少人驻足观看学员练功 也有人为活动拍照 人们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后 凡凡表示愿意为反迫害签名 并向学员道谢 真相点前 不时有人排队等待签名 一位女士感谢学员告诉她中共迫害的真相 她对学员说 你们的信息日非常重要 3月的美国南方休士顿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 在市中心的知名荷门公园 休士顿西南的唐城的姆利西公园 医学中心附近的赫尔康大道旁的主要公共场所 人们都遇到了传播真相的法轮功学员 有位美国人了解真相后 竖着大拇指向学员表示 了不起 我愿意与你们一起 罗宾女士了解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迫害这么严重 说 这件事情让人感到非常难过 怎么可以对有信仰真善人的人 进行这么残酷的迫害 她说 中共自己不信神 反对神 不信神的人很危险 人们应该遵循传统文化 信守传统价值理念 如果人类不信神 人类的道德就会败坏 也就没有希望 罗宾女士并询问 怎样才能帮助你们 学员妇女士回答 请尽量将这些真相告诉更多的人 例如把这些信息分享给亲朋好友 分享到您的社交媒体 这样能有更多的人知道真相 帮助人们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 远离中共 有一位从中国来美国不到一年的邹先生 遇见学员在街边展示横幅 竖着大拇指赞扬 你们有坚毅的精神 辛苦了 他告诉学员自己从事科技工作 以明真相 并在学员的帮助下退出少先队 他表示自己曾经在中国城看过真相横幅 当时就买水果想送给学员 4月10日 德国北威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 来到勒沃库森市中心的步行街 举办信息日活动 学员们通过现场演讲告诉民众什么是法轮功 并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结合目前德国民众关心的中共病毒话题 学员们向人们讲述了中共的邪恶本质 并提醒民众警惕中共对德国的渗透 学员们还在真相点上表演了妖鼓并演示了功法 虽然活动当天一直在下雨 仍不时有民众驻足倾听学员们讲真相 许多名真相的民众为反迫害签了名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 辽宁本西市法轮功学员被网判入狱 家属坚持追责 辽宁本西市四位法轮功学员邓玉林 张立敏 张鹏柱 杨立威 2019年5月23号被绑架后 于2020年9月4号被非法判刑3到4年 上诉后 本西市中级法院无视法律 在律师没有递交辩护意见的情况下 不通知律师直接下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 一年多来 家属曾多次向辽宁省各级公检法及政法委等许多政府职能部门 提交刑事控告状等法律文书 从没有得到回复过 但家属们不气馁 不放弃 坚持追究不法人员的责任 经过一年多的奔波 现在已经开始陆续接到各部门的回复信息了 最高检察院以手机信息回复告知提交的材料 已经转到相关部门处理 向辽宁省检察院邮寄的刑事控告状 他们现在已经给家属打电话 核实了控告情况 辽宁省政法委对于递交的刑事控告状 已经于2021年2月22号受理 现已转辽宁省高级法院 辽宁省司法厅对于家属递交的行政赋议 审理终结 认定本西市司法局已涉嫌个人隐私不予公开的回复 其认定事实不清 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 现撤销本西市司法局对政府信息公开的回复 则令本西市司法局在法定实现内 对于政府信息公开重新做出答复 家属于3月23号星期二上午 到本西市中级法院面交控告状及各种证据材料 立案庭以各种理由不予立案 并告知到市纪委或公安局报案 家属知道不能在纪委信访部门登记 一旦登记 很可能就会被邪党上到访民黑名单上 会遭到非法布控 所以最后材料只能邮寄了 次日家属们在早八点又赶到本西市人大 等了很长时间负责接待的一位姓段的人员才来 一听说是关于法轮功的案子 很激进 嚣张 高声叫嚷了一些被邪党洗脑后的歪理邪说 并说 告诉你们 在本西市所有领导的办公桌上 都有你们寄去的法轮功材料 谁都知道 谁都管不了 但江属们不动心 和善地对他讲了在法律方面 对法轮功迫害的违法之处 及善恶有报的真相 接待人员很快地平静下来听 并表示领导指示 有关法轮功的案子一律不接 他也做不了主 他说现在公检法马上开始大清洗了 一切冤假错案都要追责 回家听信吧 当时现场还有一些其他访民也在听 之后 家属到邮局把材料寄往各个公检法 及政府职能部门 过程中 家属能感受到 只要到各部门现场 有理有据的诉说和展现出来的素质 都能让接触到的人们感受到 修炼法轮功的人是善良的好人 有素质 根本不像电视里说的那样 大多数接待的人都很友善 近两年的时间 家属们一直不间断地 对各级公检法 及各级政府职能部门 递交控告及各种法律文书 已经有了一些成效 张淑芝侯晓燕母女 冤狱中仍修心向善 大庆市让葫芦区法轮功学员张淑芝老人 与女儿侯晓燕 2017年10月10号 被哈尔滨市上指市 大庆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警察何某绑架 被劫持到哈尔滨市 后分别被非法判刑五年半和五年 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 至今已经三年半 张淑芝被迫害至双眼事物不清 家人无奈出钱到监狱外做了手术 至今还有一只眼睛事物不清 自从2018年到现在 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一直不让张淑芝和侯晓燕与家人会见 侯晓燕被绑架迫害时 女儿未满16岁 身患假抗病 听说妈妈姥姥被无辜地抓捕关押 爸爸又在边缘的地方工作 小女孩独自在家 晚上都不敢开灯 侯晓燕1977年出生 原大庆石油管理局才有二厂职工 修炼法轮功后 更加淳朴善良 善待他人 她母亲张淑芝70多岁 1996年初修炼法轮功后 之前患得难以治愈的严重神经衰弱 失眠症等多种疾病都神奇地康复 张淑芝老人与人为善 是一位亲临公认的好人 侯晓燕被非法关押在 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集训监区 原9监区 她的母亲被非法关押在 8监区 原11监区 在这个环境中 侯晓燕被限制不许自由出监设 但她尽自己所能帮助别人 当别人有困难时 即使不向侯晓燕开口 她也会尽最大努力帮助 因为不认罪 侯晓燕被限制每月消费 不得超过90元 不允许家人会见 现在母女二人同线一个冤狱 不得相见 得不到对方的任何消息 大连八旬好福奎三年冤狱 即将期满 2017年10月8号 辽宁大连包括好福奎老人 在内的数十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其中九人被非法判刑 好福奎老人非法判刑三年 2018年6月11号 10年81岁的好福奎老人 被劫持到大连监狱 现在已经84岁的好福奎 将于2021年6月2号结束缘语 好福奎老人家住大连市开发区 人称好大爷 他心地善良 整天乐呵呵的 经常帮助别人 是位名副其实的好大爷 好福奎的老伴郭玉英 曾经参加过法轮功创始人 李洪志师傅的讲法班 真切体会到 法轮功是一个让人身心升华的好功法 开始潜心修炼 不多久 郭玉英身上的顽疾好了 好福奎看到老伴实实在在的变化 也走上了修炼之路 修炼以后 好福奎的身体越来越好 多种疾病不翼而飞 精神饱满 走路生风 修炼二十几年来 面容几乎没有太多变化 如今八十多岁 看上去就像六十多岁的人 自从中共迫害法轮功后 好福奎和老伴郭玉英多次遭到迫害 几经周折 好福奎一家人从吉林市来到了大连开发区 2006年 好福奎曾经被劫持到沈阳马三家劳教所 北非法劳教两年 好福奎从马三家回来以后身体虚弱 通过修炼法轮功才逐渐恢复健康 好福奎和老伴郭玉英没过几年安稳日子 2012年 两人被警察监视居住 骚扰恐吓导致两位老人精神压力很大 2014年5月12号 郭玉英在长期的精神恐吓中凄凉离世 好福奎忍着悲伤处理了郭玉英的后事 2017年10月8号 郭福奎被大连开发区公安分局警察非法拘留 2018年6月被劫持到大连监狱非法关押至今 严正声明 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 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 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 本周28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 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 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 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 本周15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 以前所写所说所作 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 相信法轮大法好 支持法轮大法 弥补过错 八旬大仪和警察的故事 辽宁大法第四口述同修正理 第一部分 大仪说 那你也是个好人 2019年的一天 83岁的大仪在楼群附近 发放法轮功真相小册子和贴布干胶 被不明真相的男子诬告 一会儿警车开到大仪身边 从车上下来一警察 问那个举报的人 是这个老太太吗 那人说 是 警察问大仪 你干什么了 大仪说 我没干啥 大仪用手拍着胸脯说 我从来没干过坏事 我对得起人民 也对得起你们警察 那个警察一听这话 也学着大仪的样子 拍着自己的胸脯说 我也没做过坏事 大仪说 那你也是个好人 警察一听 笑着开车离去了 第二部分 警察说 是我帮你解围的 2020年的夏天 84岁的大仪 在菜市场附近 给一位年轻女人讲真相 那个女人拽着大仪的手 就不松开 并大声地嚷道 你这是反党 当时那架势 就是想举报大仪 在这紧要关头 从附近的门市房中 快速走出来一个男子 这个男子是警察 奔过去冲着那个女人 大声地说 一个80多岁的人 告诉你法轮大法好 反啥党了 共产党那些高官 贪污腐败 不反党 是吧 那个女人被问得 答不上来 自觉没趣地走了 当时大仪也没对 这名男子 说声感谢话 就走了 过后大仪挺后悔的 有一次大仪又在这地方 放真相资料 一个男子走过来 主动要资料 并问大仪 你不认识我了 上次那女人拽着你时 是我帮你解肥的 大仪心想 谢谢师父 又安排让我遇到她 了了我上次 没完成的心愿 大仪说 小货子 神佛看人心 你帮了大法弟子 一定会得福报的 下面请听 人心与因果 感染新冠病毒 因果变种 多伦多居民幸运康复 明慧记者张运报道 多伦多华人居民 刘先生 45岁 今年1月底 检测新冠病毒 呈阳性 2月初突然出现 严重症状 再检测 结果是感染了 新冠病毒 英国变种 B.1.1.7 他在家户病房 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长达15天 于3月16号 康复出院 这期间 他经历了什么 1.不幸 染上变种病毒 B.1.1.7 这个新冠病毒变体 最初是2020年9月 在英国检测到的 有1600多个基因组 传染力比原来的新冠病毒 包括2020年6月发现的 D614G 高出70% 于2020年12月 首次在美国被确诊 目前在50个国家传播 刘先生回忆道 今年1月底 我的一位朋友 首先感染了病毒 我们一家也要去检测 我就检测出来是阳性 感觉只是感冒症状 回家后 有医生每天的电话跟进 到了第4天 2月3号的时候 我就突然严重起来了 咳嗽厉害 发烧 呼吸困难 没有味觉 医生就要我马上去看急诊 我就到了万锦市史托维尔医院 查出得的是变种病毒 新冠病毒英国变种 是目前危险性最大的一种 它的死亡风险和传染风险 都是最大的 然后我就住进了ICU重症监护病房 马上给我插管 上呼吸机 我就一直迷糊过去了 刘先生的太太琳达女士补充说道 她迷糊过去的那十多天里 那个过程我真是每天都是提心吊胆地度过的 4号和5号的时候 我还可以跟她视频对话 看得出她非常的虚弱 6号就进了重症监护病房ICU 医生说是得了变种病毒 已经是迷糊状态了 到了2月15、16、17号这三天 刘先生出现了更危险的状态 琳达回忆道 15号上午7点多我就接到医院的电话 我吓得发抖 因为平时医院都不会这么早打来电话的 医生说 她的情况有点危险 现在需要的辅助吸氧是70%的高流量氧 如果再不稳定的话 继续到100%的话 人就不行了 每天通过视频 看着插着管的她这么多天也不行 心里就发慌 只能求助上天保佑她 琳达继续说 谢天谢地 到了18号 医生就说稳定了 医生说要试一下拔痒了 试过后说还不行 到了20号 说已经稳定了 才把氧气拔掉 21号就从ICU转到普通病房了 刘先生自述 转到普通病房 我自己才有点清晰的意识 在这之前的什么事都记不清了 这个时候太太才可以进来见我 之前都是视频对话 太太就说我已经走过一大难了 躺了20天 我瘦了20多斤 之前是160多斤 降到了130多斤 2.梦中记得九字真言 在那20多天煎熬的日子里 刘先生经历了什么呢 他说 在ICU昏迷的十多天里 我做了很多梦 都不怎么记得了 只记得法轮功学员教的九字真言 和梦道去看了神韵 我非常明白 是什么救了我的命 和法轮功学员结缘 是在2019年底 刘先生在加拿大机场 遇到一位向他介绍真相的 法轮功学员 他因此知道了法轮功的真相 回到家后就上网 查找炼功点 刘先生说 开始我要找练功点是因为我有脚痛的毛病 医生也检查不出来是什么病 但是我每个月都要痛两三天 都是痛得什么都做不了的那种状态 所以我就决定要练法轮功 当我找到太古广场有练功点时 正好遇到有报名参加九天班的 我就参加了2020年1月份的九天班 练功后我的脚痛就真的慢慢好了 参加了九天班后才知道要学法和修心性 刘先生继续回忆住院过程中的经历说 有时会在迷糊中听到医生说 他怎么这么严重 我就在心里对师父说 师父啊 我才刚得法 我还想修炼啊 我一定要过了这个难啊 请救我 有一次我在心里念九字真言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时 我好像听到医生说 你今天拔弯管就可以回家了 我当时就觉得 是师父在告诉我 你就要回家了 后来又睡过去了 讲到这儿时 刘先生不禁哽咽着说道 这次能醒过来 全靠师父的慈悲 刘先生说 当时在医院时 转到普通病房后 就不用呼吸机了 医生说 如果自己觉得不舒服 就可以用插管来呼吸 我感觉全身无力 但我都没用插管来呼吸了 我就一心一意地念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这九字真言 所以我康复很快 医生也说 你恢复得真快 原来还准备要送你到另外一个科去做康复 现在看来不需要去了 你可以回家了 3月16号 刘先生康复回家了 一回家 他就开始天天练功 尽管手脚都还不太灵活 女军医说 法轮大法太神奇了 中国大陆来搞 我在一个退休军队老干部家做清洁工 已经做了十多年了 在讲真相救众生过程中 出现了很多神奇的事 充分体现了大法师傅的慈悲伟大 法轮大法的美好神奇 今天跟大家分享其中的吉利 这位老干部一家人非常善良 在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大法严重的年代 他们请我去他们家里工作 对我起到了保护的作用 工作上我兢兢业业 从不争名利 遇事为他们着想 我们彼此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时机成熟后 我就给他们讲大法真相 他们也都相信师傅和大法好 并做了三退 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这样我就能在老板家 堂堂正正地修炼法轮大法了 我还告诉他们 每天默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九字真言保平安 他们也都非常信誓信发 老干部的老伴有哮喘病 他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后 哮喘病好了 人也变得健康漂亮 他们家里还开了悠坛破落花 去年十月的一天 老干部把他的战友请到家里来做客 来的客人中 男的是老干部 女的是个老军医 这位军医有非常严重的心脏病 需要做搭桥手术 老干部的老伴就介绍我与他们认识 并叫我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 帮帮他们 我心里求师父加持我救这两个人 然后我就开始给他们讲大法真相 他们俩都做了三退 于是叫他们和我一起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念了十五分钟后 女医生满脸是汗 她说 太舒服了 谢谢你 我说 这是大法的威力 我们一起谢谢大法师父吧 他们和我一起双手合十 说 谢谢大法师父 我又送给了他们真相护身符 叫他们回去后 每天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两个月后 女军医去医院做检查 医生说她的心脏病好了 不用做手术了 她激动万分 高兴地哭了 她非常感恩大法师父 感恩法轮大法 她打电话给老干部的老伴说 我当了几十年的医生 也没治好自己的病 你家清洁工连连 给我退了党团队 我每天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不用吃药 不用打针 我的病就好了 法轮大法太神奇了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 不退如喝苍蝇汤 认清中共后 人们纷纷选择三退 作者 蒋青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1年4月14日 2020年7月26日 来自大陆南方一所高校的教师夫妇 王老师 罗老师 在海外大纪元网站 发表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三退声明时说 结婚以来 我们多次讨论过退党问题 考虑到在工作单位直接申请退党 会受到各种打压 但是如果不退 实在感觉不舒服 就像喝了一口 飘着一只苍蝇的汤一样 所以 我们要退出曾经稀里糊涂 被洗脑时加入过的中共组织 一位有40年党龄的 军队转业的退休老煤矿工人说 早在2004年 办退休手续时 已经明确跟单位声明 同时退党 因为共产党是短命党 怕做的都是短命事 肯定长不了 日后会被人清算 怕自己子孙后代会被牵连 所以 退休了 就把党也退掉 一位历史研究者说 自己的心愿是 希望矫正被中共歪曲的历史 2020年5月8日 来自北京的文长苏在大纪元网站发表三退声明时说 我是搞历史的 曾经帮助抗战的国民党老兵和几位高级将领争取福利 为他们的尊严和生计奔走 这些民族英雄 在中共眼里都是阶级敌人 生活在社会的底层 我想通过历史来唤醒今天的人 但是 在中共的统治下 近现代历史 都不可能以真实面目示人 这是很可悲的 我感觉自己能做的事太少 没有发挥应有的价值 现在想想 可能最应该被唤醒的是我自己 马上又到了6月4日了 距89年六四已经31周年了 我的孩子都快到中年了 现在他也有孩子了 六四期间 我去过六部口 亲眼见过鹤枪实弹的军人 孩子经常问我对六四的看法 对此总感到无奈 我当时也像孩子现在这个年龄 也刚有了自己的孩子 有过一些激情 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 我不希望孩子到我这个年纪 也像我这样遗憾 更不想小孙子还继续生活 在这种被洗脑的 没有言论自由的不正常社会 最近我看了关于法轮功真相的资料 了解到中共对不同意识形态的迫害 是何等残酷和不择手段 也了解到法轮功学员的不屈和非暴力抗争 对我的触动很大 之前对他们有过偏见 想对他们道歉 这次瘟疫 也让我看到了中共的末日疯狂 谎言隐瞒 发国难财 甩锅诬陷 新闻叫骂 很符合历史上王朝灭亡前 丧心病狂的绝想 为了成全自己 成全孩子 我彻底抛弃幻想 退出中共的一切党团队组织 历史 人民 甚至全世界 都会对中共进行正义大审判 我希望能在有生之年 贡献自己的力量 矫正被中共歪曲的历史 还后人以真实 一位世人在理智思考后表示 震惊于如此庞大的国家 居然会如此荒谬 2020年3月23日 来自辽宁的宇竹说 从小接受无神论教育影响颇深 一心只虔诚地相信共产党 曾听信了教科书上的话 仇恨法轮功 甚至极不理智地举报过法轮功学员 后来身体不好 疾病缠身 抱着有病乱投医的心态 听了法轮功学员的告诫 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 结果真的发生了神迹 我的多种医院说 一辈子都好不了的疾病都消失了 我真心地谢谢法轮功和法轮功师傅 事后 我开始听取学员讲真相 看真相网站 理智地思考过后 我感到了深深的震惊和恐惧 震惊于如此庞大的国家 居然会如此荒谬 今天翻墙 突然便看到我要退党的链接 不知为什么心里很不适滋味 共产邪党迫害法轮功 共产党用谎言毒害了14亿人 而我作为法轮功的直接受益者 明白了真相的情况下 居然因为一点怕心无动于衷 今天我要声明三退 我会以法轮功所说的真善忍 作为人生指导 从思想上排斥党文化的鱼毒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好人 同时也感谢法轮功学员 把我们从恶毒的中共谎言中解脱出来 还有一名村委干部 在大纪元网站做三退时 自述他因迫害大法遭报之后发生的故事 2020年11月11日 善纪真说 我是村委干部 因听信邪党对法轮功的污蔑 每天早上起来 就挨家挨户 时大法学员发的真相资料 拿回家烧了 法轮功学员曾经告诫我 真相资料是救人的 这是阻挡上天救人 要遭报应的 这种事不能干 我因受邪党蒙蔽太深 不听劝阻 一味地干 以后出现双手颤抖 乱摆动 吃饭喝水 连碗和水杯也端不了 自己也不知怎么回事 一位法轮功学员听说 我干过烧真相资料的事 看到我双手不正常 就好心告诉我 你用手干的坏事 阻挡世人了解真相 得不了救 罪很大 这是上天在警示你 在干 可能还有更大的灾难等着你 还举了一些遭报应的例子 我知道了事情的严重 不敢干了 手也不抖了 正常了 中共隐瞒疫情 使武汉肺炎传遍全国乃至世界 在法轮功学员的劝说下 我开始看大法资料 明白了真相 现在 我主动向大法学员 要真相资料看 彻底从内心 退出邪党组织 各位听众 您现在收听的是 空中明慧周刊 现在是修炼原地 节目时间 有以下的文章 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吉林医通学员遭严重骚扰迫害的反思 作者吉林省法轮功学员 文章发表于明慧王 2021年4月8日 自从2020年疫情解封后 吉林省伊通县政法系统部分人员 执行中共邪党 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政策 清零骚扰 陆续对伊通县法轮功学员 进行骚扰迫害 从2020年8月份开始更加疯狂 并胁迫部分公职人员 社区人员参与迫害 此次迫害持续时间之长 涉及人数之多 采用手段之卑鄙 是今年来迫害最严重的一次 骚扰迫害的详情 请见吉林省伊通县清零迫害手段 现在针对这些迫害过程中 世人和学员的不同角色表现 希望伊通县大法弟子从中能有所借鉴 通过学法找到不足 尽快提高 更有效地清除邪恶 救度众生 如有遗漏和不完全准确的地方 希望有条件的同修能急于补充 完善 第一部分 世人在迫害中的表现 经过法轮功学员 二十多年不断地讲清真相 很多世人 包括政府公务人员 都能明辨是非 在善与恶较量的关键时刻 选择站在正义的一方 从而给自己奠定了美好的未来 例如有人在政府或社区工作 不得不参与迫害相关的工作 但只出工不出力 有时还帮助说几句好话 减轻了对学员的迫害 也有在预谋绑架学员之前 把消息透露给学员的 使学员避免了被绑架迫害 也有单位领导 同事智慧保护学员的 也有村干部 想方设法保护学员的 也有学员的家属 顶住压力 无怨无悔继续支持学员的 也有的学员亲属 敢于仗义直言 斥责恶人保护学员的 也有学员亲属 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 劝说学员签字的 但当看了邪恶的误书内容后 被里面邪恶无耻 恶毒的内容所振动 从而生起了正义感 保护亲属学员的 也有亲属 极力制止其他家人 顺从邪恶代替学员签字 并智慧保护学员的 也有已经放弃修炼很长时间的人 在被叫去签字时 在看了邪恶的内容后 断然拒绝签字的 我们相信这些坚守正义 良知的人们 都给自己奠定了美好的未来 但也有学员的亲属知道大法好 平时也支持大法 但在自身利益面前顺从邪恶 逼迫学员签字的等各种情况 实际上这样做的 是真正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还回殃及亲人和子孙后代 有位学员的老伴 被骗去派出所签字 回家后头晕目眩 连拉带兔 在床上躺了三四天才好 有位女学员 没修炼前是个病秧子 家务活都干不了 学法轮功后身体非常健康 实际上全家都在大法中受益了 但在这次迫害中 家人都逼他签字 签字后他老伴身体就不好了 就只能躺在床上 不能下地了 当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 才能下地 这很可能是神佛对人的慈悲警示 而当真正的恶报降临时 就不会这么容易过去了 第二部分 同修们的状态 坚持修炼到今天的同修们都知道 不能配合邪恶的命令签这种字 一开始都是拒绝的 有的同修还给来的人讲真相 但由于种种人心未羞去 被邪恶钻空子施压而违心签字 如有的学员 在被威胁收回土地或停发退休金的时候 向邪恶妥协了 违心签字 也有的学员在被绑架到洗脑班后 怕被判刑 到监狱里承受不住而违心签字 也有的学员在儿媳妇要挟要与儿子离婚 断绝关系 不让见孙子的压力下签字 有的学员在丈夫被停职后违心签字 有的学员在家人暴力殴打 用儿孙前途逼迫下签字 也有学员虽然被在那几书上签字 却签了似是而非的东西 如有学员被哄骗写了批判邪教的东西 未提及法轮功 有的学员在 为说中共邪党不好的字上按了手印 此学员三个月后离世 当然也有一些没向邪恶妥协的同修 有一对夫妻同修 他弟弟来家串门 正好遇上派出所 村上的人逼他割扫签字 上洗脑班 不让练法轮功 他弟弟说 咋的 谁不让练法轮功 好 就练 我们就练 就这正念 使得来迫害的几个人 二话没说 灰溜溜就走了 还有一对夫妻同修 有一天儿子儿媳妇 弟弟姐姐等亲属一拥而来 劝他们签字 说怕影响孩子升学 还说 我们给你们报警等逼迫的话 这位男同修表现出 致死也不会放弃的 一句放下生死的话 就把他们给震住了 亲属们半天无语 后来儿媳妇说 那我们也不管你们了 你们愿怎么办 怎么办吧 也有同修的丈夫 被叫到派出所 代替同修签字 同修丈夫正气十足 质问派出所警察 如果我能代替她签字 你们为什么不签 警察被震住了 也不再找同修签字了 也有同修丈夫 在政府机关工作 因为妻子平时 把真相讲到位了 丈夫非常认同大法 这次迫害刚开始时 这位同修被骚扰的不能正常工作 她丈夫也要面对很大压力 这位同修就与丈夫沟通 你知道我的性格 我不会放弃大法 也不能签字 我也舍不得这个家 但为了不影响你的工作 咱们离婚吧 丈夫说 都二十多年的夫妻了 怎么能离婚呢 那咱们俩扛着吧 从此再没来电话骚扰 夫妻俩都在正常上班呢 有一位女同修 她老伴身体不好 需要人护理 因为邪恶的株连政策 她的女儿女婿们 就来逼她签字了 她开始给他们讲真相 但他们都不听 同修感觉 他们被邪恶因素控制得太厉害了 就说 咱们先去吃饭吧 到饭店吃完饭后 同修找个机会 就离家出走了 女儿没办法 就留下来照顾父亲 又过了几天 她老伴打来电话说 你回来吧 他们不逼你了 这样也过关了 还有一位同修 在这次骚扰开始时悟道 这是放下生死的时候了 她告诉家人 我的事你们不用管 我自己面对 她积极准备 给上门找她的人员 讲真相 救度他们 她就不断地被罚 不断地琢磨 当她感觉 准备好了的时候 有一位社区人员 找上门来了 她打开门 把这位社区人员 让到家 客厅里落座 社区人员说明来意 这位大法弟子 把准备好的内容 胸有成竹地 开始讲真相 讲了什么是法轮功 法轮功合法 讲法轮功 对国对民 有百利而无一害 也讲了中共恶党的邪恶本性 这时 社区人员频频点头 表示 我这回可真的明白 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了 并说 我保护你 我回去说你不在家 找不着你 再有别人敲门 你可不要开门 你出去待几天吧 也有一部分同修 流离失所 躲避迫害 也有学员 这些年在常人中 逐渐沉沦 当受到骚扰时 反而高兴了 认为师父还在管 从而积极面对 但也有个别同修 未被骚扰 每天正常做好 师父要求的三件事 第三部分 找出不足 抓紧提高 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生命 是由师父管的 无论邪恶如何疯狂 都有我们可以走过去的路 只要我们能在法中走正 邪恶是不敢随便迫害的 痛定思痛 我们依通线的同修 应该从个人方面和整体方面冷静向内找自己 在法上提高上来 抓紧弥补损失 跟上正法进程 下面所列的几方面 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 也不一定完全符合法 仅起抛砖隐喻的作用 希望同修们能正面理解 理性对待 一 整体不足的思考 从1999年7月迫害开始后 依通线的大法弟子 整体上应该是很好的 虽然有时邪恶也很疯狂 但大家都没被吓到 继续坚持做好该做的三件事 并且做得更多 从而抵制了邪恶 但从2017年6月 有四名同修因讲真相被绑架 和2018年2月份 有同修因发年化被绑架后 很多同修都产生了怕心 加强了自我保护 真相资料很少有人发了 有的同修虽然也出去讲真相 但不带真相资料 有的连护身符都不敢带了 认为光靠嘴讲更安全 回想1999年刚开始的时候 有同修因为发放真相资料被绑架后 其他同修就更多的发放真相资料 减轻被绑架同修的压力 有效地震慑了邪恶 而目前的这种自我保护 很可能让邪恶因素 敢于向我们地区聚集 当邪恶聚集多了 就给我们地区带来了大面积的迫害 二 找到在哪里摔倒的 在这种考验中摔倒后 还想继续修炼的学员 下面两种状态表现需要注意 一种表现是 对于有的同修而言 摔倒后 为了弥补损失 就在讲清真相上加大力度地做 这当然也是好事 但最容易忽视的就是找一找 自己为什么会摔倒 另一种表现是 摔倒后就陷入深深的懊悔中 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 我不喜欢你们自责 一点用都没有 我还是那句话 摔倒了别趴着 赶快起来 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 你修炼你那个心 最根本上心要不动还不算呢 你说你表面做好了 你内心还有那么一点点执着 你自己没发现都不算过关 因为它是最严肃的 得本质上真正发生变化 对于在这一次考验中 没过好的同修 不是一开始就签字的 那么在哪一刻是自己动摇的 或者在提到哪一个问题时 自己动摇了 如果冷静回想自己签字前 那一段时间的思想过程 即外部环境情况 像放慢镜头一样的用法来对照 衡量自己当时的一丝一念 找自己的时候要抽丝剥茧 一层层的深入去找 就可能找到自己摔倒的原因所在 只有找准问题才能通过学法 实修又针对性地提高上来 比如有的学员被疯狂殴打后 违心签字了 可能只找到怕心或承受不住迫害 还是不够的 要找为什么被殴打 是不是有怨恨心或其他什么心招来的 如果找到怨恨心 再找为什么有怨恨而没有慈悲 没找到一个什么心的时候 就可以发正念清楚 并不断用法理归正自己 有的学员在家人逼迫下签字 那么就要找找自己是因为不让见孙子而决定签字的 还是怕影响孙子考大学而决定签字的 或是怕影响儿子工作而签字的 或是看儿子打自己耳光时心疼了而签字的 找到这个后 再深入去找为什么那个事就能让自己动摇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也要回顾一下自己近几个月或近几年的修炼状态 比如前些年我们当地环境相对宽松 虽然也有迫害情况发生 但都只涉及了个别同修 对大面积同修没有造成影响 在这种宽松环境下 有的同修不知不觉中 滋长了安逸心 有的开始懈怠 有的想过常人中的好日子 有的看常人的电视连续剧 有的看常人网站 有的弄常人视频 但当有同修 帮助指出问题时 也听不进去 虽然三件事都在做 但有点按部就班 类似做常人的工作了 没有真正在法上提高 三 认识修炼的严肃 我们都知道 修炼是严肃的 但有的同修 好像对修炼严肃性的认识上存在不足 请同修思考一下 中共不乏人员事先准备好了三书或五书 明知道学员不会放弃法轮大法 即使签了字也是违心的 为什么还让学员签字 为什么有的让你签字时还说 签了字愿意练就在家练 因为对于学员而言 签字与不签字 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走向 邪恶的目的是要毁灭众生 所以想尽一切办法 让学员在邪恶的几书中留下你的笔记 因为那是将来他可以毁灭学员的把柄 下面简单分析一下 邪恶的三书或五书有多邪恶 邪恶的保证书就是自己保证不再修炼法轮大法了 大家可能都知道 给老子赶车人的故事 因为老子当时的官职小 没有能力支付给他赶车人的工钱 后来那个人在别人的唆使下向老子要工钱 并把老子告到官府 当老子从他的体内 取出给他下的帮他延长寿命的东西后 那个人即刻变成了白骨 也就是如果老子不帮他延长寿命 按照他正常的人生安排 他早是白骨一堆了 并且老子想用天国世界的东西来回报他在人世间的工钱 人因为一念之差 失去了最好的东西 有的学员在签字后马上休克了 也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 凡是签了字的学员 身心都会有非常难受的反应 人世间有几项重罪 七师灭祖 放佛逢法 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三五一宗灭佛的报应 中共邪党文化大革命时 拆庙砸佛像那些人的报应 不但自己遭报 还殃及子孙后代 在那邪恶的几书中 中共邪党用最下流无耻 最恶毒的语言 污蔑师父 谩骂大法 有正义感的常人在看了内容后都说 这个字真不能签 有的已经不修炼的人 看了内容后 也顶住压力没签字 如果不是师父无量慈悲 签了字以后 很可能永世在地狱中了 也包括逼你签字的家人 也可能包括你怕在常人利益受影响的儿孙 弥勒日巴佛 把常思三恶道的苦 作为精进修炼的动力 而我们由于受中共邪党 几十年来的无神论宣传 虽然在大法中修炼多年 但能看到另外空间的学员 毕竟是少数 所以很多学员对生死轮回 和地狱天堂 可能仅停留在感性的认识上 所以才认为 不让孙子上大学 儿子失去工作 停发退休金 收回土地等人中的得失 比下地狱要可怕 所以才会在得失权衡中选错方向 如果你的家人能知道这种厉害关系 他们都会主动抵制邪恶了 对于这方面没做好的学员 师父也给了继续做好的机会 严正声明 严正声明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也体现出师父的无量慈悲 看看明慧网上 严正声明前面的编者著 是这样写的 编者著 严正声明是在压力下 曾给邪恶写过不练功保证的 法轮功学员 宣布重返修炼的声明 为保持严肃性 声明必须用真名 实性发表 如发现使用化名的严正声明 将予以删除 师父给了我们无量的好处 而学员却在人中的压力下 毁谤师父 但师父还在给你机会 自己不应该万分珍惜吗 千万不能遇到压力就签字 过后再声明 三番五次的 这是不是拿师父的慈悲当儿戏呢 简单思考一下 如果自己这一关过去了 自己的家人 来找你签字的警察或社区人员 可能都得救了 而因为自己没做好 他们是不是都面临被毁灭 是不是需要把他们再救回来 而正法进程已经接近尾声 还有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弥补损失呢 如果自己真的没修成 那么你自己因签了字 而造下的无边罪业 都将由你自己来承担 真的要严肃对待严正声明 四 对身边人讲真相做得不到位 在这次迫害中 有一部分学员 是在家人逼迫下签的字 而有一部分学员 是在家人的保护下免于骚扰 两者对比 是不是有的同修平时对家人讲真相做得不到位 因为在善恶的考验中 家人也需要摆放位置 如果家人真的明白善恶有报 家人真的明白知恩图报 家人真的明白拟修大法 他们受益了 家人真的明白毁谤佛法最大无边 家人真的明白保护大法弟子 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能得福报 他们可能就是另一种表现 家人真的能有正的表现 也能在未来的宇宙中 得到一个好的位置 第四部分 建议同修们精心学法 师父在精进要指二 排除干扰中告诉我们 法能破一切执着 法能破一切邪恶 法能破除一切谎言 法能坚定正念 看到我们本地很多同修 在这次考验中摔倒了 感到非常痛心 但我们本地也有一些同修 在这次考验中做得很好 这些好的经历也是值得借鉴的 就想把这些整理出来 供同修们参考借鉴 层次有限 又不符合法之处 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 题目是 应该善意对待 不理解大法的人 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王 2021年4月12日 以前我听到别人污蔑大法 或不理解大法 总觉得这是邪恶因素 又在利用人罪散读 心中有种害怕的情绪 心想 怎么还这么多世人 不理解大法 又这么大张旗鼓的污蔑大法 给讲真相增加难度 心里产生一种敌视和反感 今天学转法轮 突然对第六讲的一段法 有了新的体会 师父说 有些人就固执到这种程度 你一说气功 他从内心笑话你 他认为你是搞迷信 太可笑了 你一说气功中的现象 他就觉得 你这个人太愚昧 这种人虽然固执 可是根基并不一定不好 如果这个人根基要好的话 他要练功 天幕可能就会开到很高层次 还会出功能的 我悟到 对大法不理解的人 未必就是道德败坏 只不过是因为被中共邪党骗了 导致他不信神了 但其实他也许 根基还很好 内心也善良 那我看到这种人 为什么要反感呢 我不但不应该怨恨和反感 而且还应该看人家好的一面 发正念 解体他背后的共产邪灵的因素 慈悲救他 所以面对不理解大法的常人 我不再反感 心中要有善 还应该向内找 为自己的不够精进而自残行贿 其实一看到抹黑大法的文章 或听人谈论诬陷大法 就生出怕心 还是对大法信的程度太浅 不相信今天的世人还会信神 不相信世人还能听懂真相 而且怕遭到迫害 对正的因素 没信心 所以对讲真相 也心生麻木 不敢讲 这种心理是被假象迷惑了 把世人的麻木不仁 看得太重了 无神论是中共对常人的洗脑 又何尝不是邪恶利用常人 被洗脑后的言行 对大法弟子信心的一种考验呢 不管常人迷得多深 各种宣传机器怎么造谣 大法弟子始终要保持正念 善念和信心 不断地去讲清真相 讲的次数多了 有些迷得深的常人 自然就明白过来了 写出来一点体悟 不在法上之处 请同修慈悲之正 各位听众 本期空中敏慧周刊的上半部分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